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持防疫好习惯也很重要 戴口罩 勤洗手 如果有疑似症状可以先做快筛 也请多关心年长有慢性病或重大疾病的亲朋好友 疫情变化多 请您与我一起完整接种疫苗 备妥防疫物资 落实防疫 互安抗 欢迎收看大师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5号礼拜一 台股今天是涨了10点 盘中涨了117点 最后只有涨10点 你要去想今天这盘 为什么拉上去之后最后尾盘收相对低点 你要去想一下 因为当然是你会说老师 台积电被压尾盘 连电也是 红海本来涨的也变压下来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 你还看到什么 有一些小型股也是开高走低 像我们今天买的那档股票 本来看快涨停了 差两毛涨停板 结果打一打 结果现在涨1%多 1%来2% 那我们看也是傻眼 这也太多人在当冲了吧 就是说当投资人认为说 现在是有行情的 可是又口袋没钱 你懂我意思 他只好就是说那我先买 涨停那就冲掉一定了 盘中如果没有拉上去的话 就看尾盘好像不行 就把它冲掉 他也不交割了 然后就损失价差 搞不好他是赚价差 就是说他只赚价差 他做价差交易而已 他没有能力去做两天后的那种交割的动作 所以你要去想 今天的盘很多股票是这样冲上去 然后下来 那为什么冲上去又下来 那你要去了解市场现在的状况 因为今天其实是2400亿是不太够 其实这个量 你希望说今天如果说3000亿 甚至3100亿 去供那个15000的话 应该今天的盘应该就站上了 可是他就没有 就没有 因为很明显 就像有人 某某人在立法院被人家质询 说什么台积电现在 把员工都移到那个亚利桑那州去 移了上千位工程师 还有他们的家属 对不对 那我们就咨询 人家立委就咨询我们的官员 我们官员说 那个都是对岸的抹黑怎么样怎么样 还在认为人家是发假消息 你看就是有这样啊 我们的官员就是这样啊 我不要讲他是谁 我们的官员就是这样啊 就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说那些消息都不正确 然后都是人家 这是认知作战 就像我跟你讲 这个行情这么好 今天收盘有30档的股票涨0板 你要不要去研究一下 这些股票为什么涨 那你研究出来之后 你知道你下一次 如果有买到这种股票的话 要怎么做嘛 或是说你现阶段你也觉得说哪些股票不做 我现在要切入的话 我要注意什么 然后是不是也要胆大心细 还是说放手冲一把 对不对 因为今天12月5号了嘛 再三个礼拜就 今年就过去了啊 2022年就过去了啊 要去迎战2023啊 所以你要去想 那接下来怎么做 那这段期间 这段你在摆烂的期间 甚至说你都不做的期间 对不对 其实指数涨了2000点嘛 那这2000点它营造出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出来 因为股市每个阶段它走的那个模式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今天我会给你写测标说 标股现在的模式 大概是变成什么样 所以你不要去花很多时间说什么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什么叫做黑道 然后有些 有一个智障 就说什么什么 眼睛 眼圈很大 也很黑 常常熬夜 那个叫黑道 那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人家就在国外 亲在一共 对不对 他在一共啊 他认为他讲笑话嘛 可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什么样的模式适合你 什么样的模式是现阶段这些股票为什么飙升的模式 这个才是你要去了解的 指数的部分我还是认为震荡一下 还是会往上走啦 你不用去担心啦 你安啦 你我跟你讲 就我听到的这些投资朋友 这几天我这样观察下来你们还是在做空啦 更好笑的是 早上金管会的主委 我们主管单位被访问嘛 他说有考虑喔 有考虑把那个限制放空的解除掉 因为没有必要嘛 因为你现在是打不公平战争嘛 你可以开放借券 对不对 那一般的人他不会去弄这个 他会去融券嘛 那融券的保证金是120% 那你融资保证金有的上市的是四成 上贵的是五成嘛 所以你变成说是不公平的战争 不公平的战争的话 这样久了以后 整个市场会扭曲啊 会觉得说 你这很明显的主管单位有点不中立 因为你毕竟也弹上来了嘛 对不对 你如果说一直跌一直跌 泄不停 那当然是可能这个 限制放空的话 可能会阻止一下 可是不是啊 现在就已经弹上来了 可是该解除要解除啊 我个人认为说我也蛮支持说 那你想要解除你就明天大早就可以宣布啊 就解除这样就好了 就恢复原本的嘛 原本怎么规定的就是怎么规定嘛 好不好 那市场越正常之后 最好国安基金也退场啊 市场越正常之后 接下来大家就不会绑手绑脚了 不会绑手绑脚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接下来你怎么做比较重要 你说老师 不对啊 今天这支 57了呢 你知道有一个投资朋友很好笑 说是57了 57块1 为什么不涨停板 57块2给我冲 那我之前有来问助理说 会涨到多少啊 我就访问他 他都已经跟你讲说会涨到多少了 那你就不用急嘛 今天没有57块2给你卖也没关系啊 他说 老师睡不着 我赚好几百万 原来是赚太多了 睡不着 可是你要去想 他有很飙吗 其实也还好 我跟你讲 其实他也还好 他从头到尾没有被警示 其实他控盘控的很好 我是知道业内是谁在控我 我跟你讲 他从头到尾他控盘控的很好 从我们这一天9月12号介入 连拉三天之后打下来 整理 小创新高 再打回来 做第二波的进货 到这一波上来 其实他控制的很好 他都没有让交易所给他警示 分盘交易 那你就知道 9月到现在 甚至你11月份才下来买 也是有赚钱 也是赚很多钱 你不要看这样 就算你11月份买 11月份其实还是有26块给你买 只是你不知道他涨什么原因 就是说股票他要涨的时候 他一定有一个启动的火药包 火药库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涨 那才是你不敢追的原因 通常我们会去研究说 为什么涨 就算研究不出来 我们会打电话问人家说 为什么涨嘛 对不对 你看 雷虎为什么涨 老师这什么烂股票 什么什么什么无人机 我跟你讲 台湾的无人机凭什么跟人家拼啊 凭什么跟大陆的那个大疆 去跟人家拼 没得拼嘛 问题是什么 因为我们国内的自己要 自己要鼓励嘛 鼓励无人机的事业嘛 对不对 因为他也想 台湾自己政府也想做嘛 但是你还去想 好像七八十以上的零件 通通都是从大陆那边进口的 这做出来是血统纯正的土狗吗 如果不是的话 那应该也没关系 反正会咬人的狗就可以啦 会顾家的狗就可以啦 不一定完全要土狗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要去了解 他为什么这样涨 他是有理由的啊 但是你说他有没有那个价值 那我要坦白跟你讲 根本没有这个价值 他涨到这里 我跟你讲 根本也没那个价值 但是股票结束了没 没有 就这么奇怪 没有 就像我跟你讲说 你看一特涨那么大坡上去 我说做检测机构的 这个人家在吃货 我一直跟你讲说 这个人家在吃货 25块前三季赚3块 这个一定有机会 可是你要什么时候买 涨停板在买啊 涨停板所有人都会给你推荐 涨停板所有人都看到了 就会开始发现说 这支股票会涨 对不对 你像我之前跟你讲 华欣光的买 对不对 我在这边跟你讲说 有人在买 特定人是在买 你不要急 就在这边整理了五天 刚好五天一个礼拜 多少人在我们的line上面骂我们 说我们什么什么 到底会不会推荐股票 这公司还赚不到一块钱 你到底会不会 告诉你 这边敢买 是因为这边的人 根本就没有走 他洗了两三个月 洗到这边洗下来 洗到他的成本都已经跌破了 这边的人还一张不卖 跟你讲一定有事情 一定有事情 你知道光通讯的产业出什么事了吗 华为最近在制裁加拿大 你知不知道 加拿大的手机已经快要没有5G的 5G的设备提供 加拿大的电信商已经 现在已经没有5G的供应了 你懂为什么 他传输速度回到4G 为什么 所以现在就慌了 因为孟晚舟的事件 华为已经动手 我跟你讲 是一家公司对一个政府在开战 那你缺了这些东西之后 是不是要跟那个 其他有竞争性的 对不对 可以取代华为 取代大陆中心店的 要去跟他买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华欣光在干嘛 你现在已经知道 这重要元件 这个也是 你可以不要有他的产品吗 不行 那我跟你讲 他3亿 他13亿 13亿的先给你开喷 13亿的先开喷了 你要去注意 这个只有3亿 他喷起来你一定没有 那个是产业面一定有问题 已经有大转变了 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很看不起说 他这个东西毛利也不高怎么样 可是这东西是必要的 对不对 当华为动手了加拿大之后 接下来是动手美国 你不要看他这样 跟你讲 美国撑不住 他们电商撑不住 你还自己要去看清楚 不要状况外说 老师我跟你讲 那个他们动摇不了 动摇不了 我跟你讲 怕了要命 要不然苹果现在卖手机 为什么要给 我跟你讲 苹果现在卖手机 只要卖一只手机出去 要支付给华为 两块半美金的权利金 为什么 你不支付的话 我就告你 我就告你 而且告到你很惨 告到你那个通培啊 反正你苹果专利那么多 你还是打不赢他 搞了半天你还要卖手机 等于是帮华为赚钱 你不要搞错了 为什么我支钱 我先给你大惊奇 结果呢 加油啦 我是跟你讲加油 今天光节没有涨啊 今天跌一块 跌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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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跌一块 跌一毛 今天有创个新高啦 3624的汪姐 创了近期来的新高 这个震荡完 因为遇到这根长黑 我觉得这边震一震 还是往上走 我跟你讲 公司要动作 我直接讲 我不要讲特定人 公司要有动作 公司有动作 所以你自己要了解说 最近人家股票在干嘛 然后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我刚刚讲的标股模式 你要去记住 为什么低档 锁单 然后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他有时候那个引爆点 可能是一个题材 可能是整个基本面转换 当然你还是停留在过去 对不对 你还是停留在过去 这个产业可能不好 可是他有新的题材进来 或是新的转积进来的时候 他整个股票会重生 整个重生起来大翻转 这种才是标股 这种之前没有 现在有 未来会更多 这种才是标股 你记清楚我给你讲的原则 好不好 我们先进广告 再回来现场 谢谢 我们先进广告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头顾 全心照顾 零二八五一一 三三六六 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 座位画设人行道 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赶时间 每车 超开 不近一百公尺范围内 有行人穿越道 人行偏桥 或人行地下道设施 不得随意穿越道路 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 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 停止限制路员范围 或路员延伸线往路段起散 三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 遵守行人路权 路口大家安全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 各位观众朋友 那这个盘我是觉得说震荡之后 还是有机会往上 那当然几率比较大 那你说老师那整个大盘 走到这里我是有点害怕 我说其实我必须老实跟你讲 当你不怕的时候我才怕 你会怕的话我觉得蛮正常的 因为你不知道怕什么嘛 对不对 可是我很清楚我怕什么 我们讲嘴中一件事 你看今天雅股都不怎么样 台股最后只涨10点 可是你要去看哦 大陆股是大涨 上证指数创波段新高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深圳股市也是创应该也是创新高 创反弹过来的新高 你随便去把它K线图打出来看 你就了解说我在讲什么 你这样打开来看 刚才反弹起来创新高 奇怪前几天不是说什么白子革命啊 什么他们风控很严重 其实股市已经提早跌给你看了 股市已经提早跌给你看了 这上证指数嘛 它已经提早跌给你看了 当你听到这两天消息说有可能放松一点点 它已经来到这里了 它已经涨这一大段了 所以股市它是领先反应的 那有时候我们在挑股票的时候 我们会以技术面下去选股嘛 因为技术面有时候比消息面更快 比消息面还要更快 因为当你知道新闻跟你讲消息 或是说我们某个名嘴 或是某个杂志周刊跟你讲说 我们有内幕消息 说这个产业面有特殊的状况的时候 你已经看到你看 你看到华欣光已经这样了 为什么 它做光纤的元件嘛 为什么可以这样 对不对 它还不是一只这样 你看波洛威也是这样上来 波洛威是最牛皮的 筹码很乱的 包含什么 联雅 连着联雅已经叠翻掉了 突然从90块 最近默默涨了三成 最近默默涨了三成 所以你说这个产业包含童心 这种光纤的元件 它背后是不是有一些题材 是我们不知道的 只是说你会说 老师那最好你现在每个 推荐的股票都像 华欣光这样 一直上去 然后一个礼拜让你大富大贵 我给你讲每一只股票都这样 胡胡上去 这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我说白菜 要跟你拗 要跟你拗 这样就有可能了 如果不是 大家就脚踏实地 你像我们今天 买的股票是这个 清云 我直接讲 你看哦 在我还没动它之前 它已经齐行整理了 你自己把它打出来看你就知道 已经齐行整理了 但它现在在干嘛 它等一个发动点 今天量不够了 今天量如果3000张的话就锁了 它今天就是量不够 里面有人他就在打下来 他就很明着来 他就打下来 那可是你要去注意哦 早上这一只已经冲出去 盘中已经拉到掌凌板 这是翰逊啊 翰逊已经过这边高啊 他已经要去挑战这边的高嘛 所以 接下来就是 他也要去挑战这个高嘛 他就要去挑战前高啦 整个波段他要挑战前高啦 那你看到是这些板卡股 出现什么样的基本面改变 你只知道说 老师我跟你讲那个立台 今天也有冲出去 他们好像都不跌了 拉伸上来之后不跌了 还在这边撑着 那整个基本面开始改变 整个基本面开始改变 然后开始多头轮动 个股开始轮动 所以你要去了解为什么 今天汉垒冲出去 这个差一点到啦 差一点到 没有到我就不打勾啦 那今天天狱也是创波段新高 你不要说老师那怎么样 这个本益比一倍附近的 你要了解 我跟你讲 他可能是过年前 可能会让你最意想不到的股票 你不要傻傻的 很多人还在说 我跟你讲那个 那个我跟你说 那个运价要跌了 我再讲一遍 如果大陆那边开始放松 它的管制 你觉得运价会不会上海 全世界的经济会上海 你觉得运价会不会上海 当运价又上海的时候 又开始 你又开始发现 哪边哪边又罢工 然后那个货柜又运不过去了 夭壽又在去处了 那个时候就是你又在追股票了嘛 你又在追股票了 你不会在低 我跟你讲 你不会在低点买 这也很正常 这也很正常 但是冲上来的时候 人家当然就冲上来的时候 你还敢去买 卖错买回来就好了 我觉得有些投资本 好像卖错了嘛 卖错买回来啊 那不安 对不对 万一涨上去了 你是很难过 对不对 然后所以我跟你讲 你如果是在过年前 如果是涨这一类股票的话 你会发现 真的市场没有人有 你才人有 又开始看人家涨 我跟你讲 很多人还是 我看节目啊 我没有理由要相信你嘛 对不对 你只会说 老师我跟你讲 还好你早上你助理跟我讲的那支青云 我没有买 对不对 很多投资本人 还好我没有买 没有买就没有买啊 我没有说你一定要买 我们是给你参考嘛 你有预约的 我们只是告诉你说 我们有达成我们的承诺说 我们有跟你讲 对不对 我们有跟你讲 你本来就是可以印证啊 我们并没有说你不能印证啊 但是日后你如果买不到 或是什么的 基本上也不能怪别人嘛 对不对 因为AMD已经抢 已经调升了板卡的报价 旧的存货已经全部打掉了嘛 对不对 你看到第二季 第三季 汉讯还是赔钱 可是青云还是赚钱 那我问你 如果你是老师 你要带会员买汉讯 还是买青云 但是买那个还赚钱的嘛 所以观众们 你要搞清楚状况 我们今天买了是没有赚哦 我先跟你讲没有赚哦 你不要过两天上去了 然后说什么 你们都这样哦 怎么样 你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五有来报名的 我们都有跟你讲 都有跟你讲 可以参考一下啦 那之后怎么样 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 大家睁大眼睛拭目以待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估并自负投资风险